比和珅还贪的贪官 敢贪皇帝的钱 别人害怕贪腐被钦差老爷抓住 如果是你是不是也想少贪 愣贪 千万要小心呢 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参与的人数是越多越好 黎民百姓的钱他敢拿 皇帝老子的钱我也敢贪 这个人呢 他比和珅还厉害 和珅在他面前居然都甘拜下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猛胆忘 寒窗苦读十几年 最后考上了举人 可惜不像以前独收人少 只要考上了就有官职着 现在是周少生多 所以说王胆忘呢 只能靠候补排队着官了 王胆忘想 恐怕这辈子轮都轮不到他 所以说王胆忘一咬牙 在众人的议论下卖掉了主产 换成了银子去买官 到位什么都好说 他直接走马上任 做了支县 支县虽说掌管着整个县里的人士 赋税等 但终究只是一个县长 跟王胆忘的胃口比起来远远不够 那怎么办呢 靠熬支历 或者是干出业绩 王胆忘一想 我也没那真本事啊 这慢慢熬 猴年马月才能升官呢 所以说王胆忘就想 送钱财 才能买更大的官 当然要给上头送钱 只有做大官 才能贪更多的钱财 才能越做越大 这个官场 其实比的不是谁的业绩和支历 而是谁捞钱的本事大 谁就升得快 一开始啊 王胆忘官小 所以说还得巧利明目 拉拢豪身 缴税 捐款的钱 事情办成之后啊 豪身的钱如数奉还 老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七成是分给人家 王胆忘只贪三成 苍蝇债小 也是肉 鸡少成多 所以说王胆忘啊 神不知 鬼不觉 已经升任为 甘肃不正实 相当于常务副省长 管着甘肃的钱粮 出纳和人事 到了这个时候 王胆忘更是如鱼得水 因为朝廷有政策 允许寻常人家多捐粮食 来获得官位 说白了就是卖官 也就是承诺 把官位拿出去拍卖 谁出的价钱高 谁就当这个官 王胆忘连皇帝的钱 他也敢碰 理论上这些卖官 收上来的银两 要交给皇帝 但是王胆忘啊 连续几年 谎称甘肃大汉 颗粒无收 所以说粮食交不上去 不仅卖官的粮食 银两不给皇帝 甚至还要皇帝 调动粮食 银两给他拿来赠栽 这期间呢 为了远谎 王胆忘又编造了 许多其他的谎言 首先捐粮争多 所需粮仓也需要增加 所以呢 又得骤请朝廷啊 拨款建新的粮仓 其实粮食多了 运输和监管 也会相应的争多 于是在朝廷拨款 满足这些圆谎的细节 在这场贪污的游戏当中 不仅是合理的 更是必须的 通过这两项 王胆忘呢 从户部赚取了 二三十万两的拨款 最后王胆忘 把这些所摊的银两 跟甘肃整个官场 大小的官员 全部私分 所有的人 真的以为甘肃连年大汉 王胆忘 他了多少呢 王胆忘在老家 质败了土地 将近两千亩 白银十万两 金器四百多件 珍珠五千多颗 玉器五十多件 真的是甘肃不大 创造神话呀 乾隆皇帝一开始啊 也是很怀疑甘肃的实际情况 接二连三的派人呢 下去实地探访 结果呢 都被王胆忘用金钱给收买 这并不奇怪 官员们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 来对抗皇帝 只要满洲皇帝一个人 其他的呀 都好办 这个官员啊 做得太好了 王胆忘呢 又升官了 升任为浙江巡抚 浙江可是一个富饶之地 几年王胆忘 贪的省内财赠 严重亏空 全靠做假账啊 蒙控过关 他的生活有多奢侈呢 在这个王胆忘 专门建立的秘密的玻璃丝 用来筑巢 王胆忘搜罗来的江南美女 还让他们穿 小孩才穿的裤子 在饮食上 王胆忘的后厨房 有专门养驴的 每当王胆忘 想吃驴肉的时候 厨师就会在毛驴的身上 最肥美的地方 割下一块肉来 现做现吃 王胆忘明白 这什么叫上有天堂 下有书行 可皇帝突然动心思 要钦差 来巡查王胆忘的管辖账面 这钱都花干净了 那怎么办呢 在绝望和恐慌之下 王胆忘呢 私自拿朝廷 做信任背书 以官府的名义 在面对全省的官员 放高利贷 最低的利息 都是高达百分之二十 很多人面对 如此的高的利息 都很心动 而且还有政府 坐后台 人心是经不起诱惑的 即使知道 里边有很多的猫腻 但也一时间 大家都抢着 给王胆忘放贷 拿到这笔钱 王胆忘呢 补上了账面上的亏空 但是万一 钦差大人 对平民百姓询问 该怎么办呢 接着王胆忘啊 灵机一动 有了思路 想不露馅儿 就得让平民百姓盼着你好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盼着你好呢 只有他们赚钱 他们才能懂得你的好 那就把平民老百姓 跟自己绑在一个船上 到时候要沉 一起沉 要死 一起死 所以说王胆忘啊 把手一挥 就连平民也加入了这场金融游戏 让老百姓啊 也来放高利贷 给他的承诺呢 是更高的利息 关以前你有多招人恨 现在你就是所有人的恩人 你要是玩完 大家都得跟着你啊 血本无归 后来钦差大人 看账面上没有擦错 开始啊私访 可没想到的是 百姓难得的一致的口供 老爷是个清官 是个晴天大老爷 人可好了 为民出头 一定要加以奖励啊 钦差可以说是惊掉了下巴 即使司法人员 百般的循循善用 这群老百姓啊 也不开口 如果就这么干下去 你都有可能啊 就这么顺顺利利的干到退休 可是没过几年 王胆忘啊就出事了 但问题不是出在王胆忘的身上啊 王胆忘啊 调离之后 王庭站接任甘树不证实 王庭站呢 接任以后 继续依照王胆忘的方法 进行贪污 人呢 为表明对朝廷的忠心 个人捐出四万两银子 支柱国家打仗 将来对数字十分敏感的乾隆皇帝 马上便觉察了其中的不对 年年灾情的省份 如何能够有此如此多的收入呢 每年都让震拨款震灾 手里居然有这么多的钱 这才东窗事发 整个事情啊彻底败露 最大的笑话来了 根据口供和赃物 那么全省近千名官员都得一律 处死 几乎是全军覆没呀 这样一来 整个政府系统就得停摆了 最后无奈之下 皇帝只处死了五十几位主要的官员 就此作罢了 这就是清朝贪污案 甘肃弥案的主角 王胆忘 他以一己之力 彻底掌控了散干 江浙四省 一改人们贪污腐败 必须人少事件的刻板印象 震惊全国 连乾隆皇帝也惊呼从未有之奇贪 以贪污数量之多 延续时间之长 牵涉官员之多 惩处罪犯之言 后被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